液晶裡面那個錢掛,飛龍已經在天了 他已經在天了,然後呢 就是往下掉 所以人也是這樣,人生不是這樣 你已經到了日正當中的時候 你往下走是應該正常的 就是你要慢慢心情要調適 不是說你永遠都在高峰 就像我也是一樣 我這年紀大概也差不多是走到比較 我這年紀應該是,還好啦,我沒有很老 但是我們應該心態上要調整 而不是說永遠都處在那種年輕小伙子階段 對不對,好像剛剛同學問我說 老師你為什麼不再去那個 找一般公司再去那個 其實有時候你已經過那個階段的時候 你就,即便我去應徵工作好了 人家也不見得願意花那個錢請我 對不對 而且說真的,我開的價錢 恐怕他也不見得他願意 對不對 而且,現在景氣這麼差 我看那個 最近那個,有一篇社論寫著說 百頁蕭條 只有 國家財政一枝獨秀 就是說,今年的稅收創新高 收到好像兩兆多吧 百頁蕭條 只有政府稅收是大好 這感覺好像怪怪的 怎麼會百頁蕭條結果反而稅收變多 那這裡面就是有一些問題 不過這當然不是我們 這不是我們關注的 這也沒辦法去改變的 OK,所以這邊的話 我們主要就是大家了解一下 當然它有一些缺點 其實缺點這個網路上看到 它有就是 對一些大的資料 會有比較差的處理效能 那怎麼辦呢 可能 也許用VBA也許會好一點點 或者是說可以改用其他語言 然後什麼記憶體處理 還有一些可靠性不高 因為它免費嘛 所以我常講 像我們下午的課也是用很多免費軟體 那所以我說用到有狀況的時候 我就說 這個算正常 因為你用免費的嘛 免費會有問題 那你只能說 你自己要解決 OK 那其他大概是這樣 它能夠做出什麼東西 我網路上稍微看一下 它有強大的繪圖功能 可以做出這樣子 那一世有能不能做得出來 有些恐怕會有一點問題 但是還是可以 有些當然可以做到接近 那這個也是強大繪圖功能 它類似像這些東西 OK 那至於有什麼比較厲害的點 我想我們之後再來看好了 也許兩個東西 做一樣的東西 然後比較一下 或許也是一個點 OK 目前是沒有人特別去講這個部分 所以我可以focus在 我可能比較專精的點 我不要說我都跟人家交一樣的東西 OK 然後可以給你們不一樣的內容 好 那再來的話 我們把那個 剛剛的那個 這個地方 講一下 首先 第一個 我們要做的 就是VBA 那我們要先完成一件事情 就是 這個裡面 請你用VBA跑出 如何用VBA跑出1到42 這個應該沒問題吧 所以請各位 在那個開發留言裡面 VBA裡面寫一個 先插入一個程序 先插入一個模組 再一個程序 程序的名稱也就是萬年曆1好了 第一階段 那程序怎麼寫 for i 等於3到8 for j 等於1到7 sales ij 裡面等於什麼 等於就是剛剛的那個邏輯 剛剛邏輯什麼 你請你把什麼呢 剛剛的這個 column 因為column就是什麼 藍嘛 那我們用J來表示藍 所以是J 後面這個先不要理會 加上 括弧 用i來表示弱 i-3乘上7 輸出到哪裡呢 輸出到這個儲存格 答案就出來了 所以我們剛剛講的東西 很快的 我們切到VBA裡面 那如果我要撰寫的話 這個前面應該都講過了 所以我把結果給各位看一下 插入一個模組 再插入一個程序 萬年曆對不對 這個應該沒問題 for i 等於3到8 for j 等於7 sales ij有沒有 J 就是用J來代替column 加上 i來代替roll 減掉3 對不對 乘上7 幾乎一模一樣有沒有 所以 那觀念上面 邏輯上面 幾乎一樣 你就直接 執行它好了 像這一段 我們就不另外 產生一個按鈕 我們就直接執行 執行 有沒有 1到4次就出來了 再來第二階段做什麼 把第一天有沒有 放在本月第一天的位置 對 是 對